大家都覺得免疫力很奇怪 就是一樣得病 有的人重症 有的人卻一下就好了 甚至有人 大家坐在頭台車裡面 有一個人咳嗽 有人會中 有人不會中 就是免疫力有差別 就是這樣沒有錯 但是免疫力很難去界定 免疫力是越強越好嗎 一定不是 你免疫力低下 如果你是像艾滋病的病人 你可能可能會得到一些水滯性的感染 你可能會得到一些黴菌的感染 一般人是不會得到這種感染的 可是你 過敏就是你免疫力太強的表現 你免疫力過強的話 可能會得到一些自體免疫的毛病 所以免疫力不是過低或過高都不好 是中間症 其實我之前有個病人 他那時候來找我的時候 因為他每年定期來檢查 乳房超音波 他跟我說 他來找我要排這個乳房超音波的時候 他就叫我開 40顆的抗過敏藥給他 我就說你幹嘛 神經病買那麼多抗過敏藥幹嘛 他說他秋冬6個月 大概有4個月都昏昏沉沉的 因為他會一直過敏 而且每次都會一直感冒 感冒就會很難好 而且他秋冬 因為過敏很厲害的關係 晚上一直流鼻水 他根本就沒辦法睡覺 所以他這半年有沒有 他都覺得自己好像快死了一樣 他就說一定要吃這個藥 不然就算吃這個藥 他覺得大概也只是 從4個月變成3個月而已 我就說 那我提供你另外一個方法 你該一直吃這個抗過敏藥 我覺得他補充 結果那個時候 他那半年有聽我的話 去補充維他命D 後來那個秋冬過完之後 他跟我講說 他這半年 他就覺得好像自己重生了一樣 他以前半年婚4個月 這半年他只有婚1個月而已 他覺得改善非常非常多 他就問我說為什麼 我說這很正常啊 因為維他命D 像不像 其實我之前一直有宣導過 維他命D不只是對骨骼而已 它可以調節你的腦力 在適當的狀態 另外 維他命D 本來就會 會降低你的過敏反應 現在很多的小朋友 媽媽都開始 就是其中維他命D了 因為在國外只會有研究 你小朋友裡面 體內維他命D的濃度越高 你得到過敏的機率就會越低 而且他另外一個很大的功用就是說 維他命D可以改善你的睡眠 睡眠跟你的美麗有沒有關係 非常有關係 因為你那個睡眠睡不好 其實國外總是做過研究 他們那時候把兩組病人 打那個A型肝炎的疫苗 就很炸喔 一組就讓他睡得很好 另外一組就剝奪他的睡眠 就正常的睡眠時間一半 過了兩個月之後去測他們 體內那個 抗A型肝炎的那個抗敵 所以有睡眠的那一組的人 抗敵非常高 沒有睡的那一組的人 抗敵非常低 所以你說睡眠跟免利盈有沒有關係 絕對有關係 所以我在這邊提供各位觀眾朋友一個方法 其實你可以考慮去補充維他命D 它對於你秋冬這種感冒 至少有三大的功效 維他命D 第一個它可以 第二個維他命D可以保護你的那個 呼吸道的黏膜 比較不容易受到病毒跟細菌的感染 第三個它會改善你的睡眠 提供免疫力感冒咳嗽 說拜拜 那我之前有個患者 他大概是三十幾歲的國曉老師 然後國曉老師他來看診 他那次來看診的時候 我就看他之前的就醫的紀錄 他就是常常會到嘉義科來看感冒 那每次看的醫生不太一樣 可是就是你就發現 他每個月就會來大概兩次甚至三次 所以以成人來講的話 其實這樣子感冒頻率算是很高的 每個月都兩三次感冒 這樣的狀況看起來兩三年了 我就問他他怎麼會這樣子 他就說他覺得 他自己覺得可能因為他是小學老師 他小朋友本來就很常感冒 所以他可能就是被傳染到了這樣子 他自己是這麼以為 可是他那次來看我的時候就發現說 他不只感冒他還發燒 然後他還覺得有點喘 那時候幫他聽診的時候 會覺得他右邊的肺部 聽起來就有點裸音 就聽起來是有點肺炎的聲音 然後讓他照S光 發現確實也是右邊的肺部 就有點肺炎的反應 然後我就說以你這樣子三十幾歲 不應該免疫力這麼差 然後你以前有這麼常感冒 然後這樣一感冒就肺炎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最近這兩三年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說他這兩三年可能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然後所以就接了一些行政職 所以就變成說他除了帶小朋友之外 還要處理很多的行政工作 那壓力真的很大 晚上都不能好好睡覺 然後現在其實就是 如果有小朋友的人應該都知道 就是家長對老師真的也是滿要求的 所以老師好像沒有以前那麼好當的這樣 那所以他就說他這兩三年 真的就是壓力比較大 然後也發現 他說他一個月前來長的那個帶狀炮症 就是也是因為免疫力差造成的 然後他那時候就問我說怎麼辦 就是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提升免疫力 那時候其實我就建議他說可以 就是大蒜其實是抗發炎 以及就是提升免疫力很好的食物 如果我自己把它排名的話 我會把大蒜排在第一名 對 然後每天吃兩到三顆 然後重點是要生吃 可是有人怕那個蒜的味道 對 因為接吻也不 我好愛喔 好愛的 他講生吃 生吃 而且重點是生吃 不可以整顆吃 你要把它就是 切碎 對 弄碎之後那個大蒜素才會 就是釋放得比較好 然後味道的問題 其實那個小學老師也很擔心 因為他說他上課 怎麼不能滿口都是大蒜味 小朋友會不喜歡 所以那時候其實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你吃完大蒜之後 吃一些蛋白質的東西 它可以中和掉那個味道 譬如說你有人喝大蒜之後 喝牛奶嗎 對 喝牛奶 或者是吃一些肉類蛋 那種蛋白質的東西 以前打香腸就是這樣 打那一條咬一口這樣 對啊 因為香腸就是肉啦 還是味道 所以你就會覺得好像味道沒有那麼滷 還好啦 對 味道沒有那麼滷 像倒成蒜泥那種有沒有用 對 就是倒一下 或者是切把它切碎 那如果熬湯呢 就不行了 如果你要熟食的話 它還是有一定的用處 可是你就是變成 有一個研究說 你就是在煮之前 把那個蒜 就是把它切碎之後 先接觸空間 先接觸 對 放10分鐘 再丟下去煮 然後量大一點 你就可以就是補充 就是代償 就是補充回來那個類 對 因為有很多人怕蒜的味 可是蒜真的是好東西 可是有人就建議 那你煮蒜頭雞 因為蒜頭雞 完就沒有蒜頭的味道 是 全部像花生一樣 糖好甜喔 對 湯麵很甜 因為這種吃法是還不錯的 對 就加多一點 到底有什麼方法 可以感冒趕快好 醫生最常講就是 趕快多喝水 可是有些患者 已經聽到很煩 醫生不要再叫我多喝水 喝到腿要想要吐了 所以感冒還是沒有好 所以我就幫大家找看看說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真的讓感冒的時間縮短 那前陣的流行說 我們維他命C 如果比較大劑量的補充 它大劑量只說 大概一天吃到 可能會縮短感冒 可是後來被推翻了 說這方法其實是沒有效的 因為研究發現說 維他命C高劑量 還是無法縮短感冒 所以我們好像發現說 有一個方法就是說 補充蛋白質 蛋白質的攝取在感冒當中 因為其實這個邏輯很簡單 因為它就是一個提升免疫力 我們對抗病毒跟細菌 就是需要免疫功能 需要抗體去製造 所以如果在感冒當中 你把蛋白質補充 攝取多增加一些 譬如說 蛋 奶 肉 魚類 或者是說 小朋友吃一些雞蛋布丁 提升蛋白質的話 可以縮短感冒 這可能是比較有研究等級的 那再來說 可能說短時間的話 可以讓身體出出汗 那有一些研究發現說 是可以縮短感冒 所以如果你在 可以負擔的情況之下 你多一點運動 讓你身體流點汗 其實感冒是可以縮短的 免疫力下降 一般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免疫系統老化 所以人到一定的年齡之後 他的免疫力就會開始變差 65歲以上的老年人 就建議要去打這個流感疫苗 還有肺炎鏈球菌的疫苗 因為當他免疫力不好的時候 如果被感染到 就有可能會變成重症 另外像我們一般的人 如果是遇到這個 睡眠不足 或者是壓力太大的時候 我們的免疫力也會變得比較不好 那研究統計 如果每天可以睡足7個小時的人 他比較不會得到感冒 萬一這個人他年紀又大 然後睡得又少 那這個壓力又剛好很大的時候 請問一下 60幾歲以上的人 幾乎不同 對 6個小時就很長了 睡得 所以老年人抵抗力會比較弱 對 這些朋友大概就要靠運動 因為運動對於提升免疫力是有幫助的 對 但是也不建議去做一些太劇烈的運動 因為當你做劇烈運動 或者是說你運動的時間太長的時候 對於你的提升免疫力反而沒有好處 反而是累過頭了 對 有一種情況它叫做 剛剛田醫師也有提到 那就是說有一些特殊的病菌 基本上正常人是不會得到 他專門會去感染那些免疫力非常差的人 之前有一個病人 他是紅半性狼瘡住院來做治療 那我們知道像紅半性狼瘡這種 自體免疫的疾病 因為他的免疫系統會去攻擊我們正常的器官 所以當他發作的時候我們必須用大量的類似 把他的免疫系統整個壓制下來 那在做完治療之後 有一段時間 病人的免疫力會處於一個非常差的狀況 那這個病人打完之後的某一天 他就突然昏迷 被送到加護病房 那經過一系列的檢查之後 後來確診這個病人是一個 那引球菌它是一種特殊的黴菌 它存在鴿子的大便裡面 那我們知道鴿子它會停在一些 一般家庭的冷氣機上面 不過好在免疫力正常的人 不太會被他感染 可是一般人很喜歡餵鴿子 對 在國外不是都黏在身上來拍照 這其實很危險的 對於免疫力不好的人來說是的 那個糞便 對 因為當免疫力差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它連發燒都會燒不起來 所以它也沒有辦法早期發現 等它發現的時候已經到很嚴重了 所以後來這個病人 就沒有被救回來 那一些癌症做化療的病人 也有類似的情況 就是說 當他免疫力很差的時候 去得到這些刺激性感染 實際上是有可能會致命的 大家都知道 如果不幸有中風的話 其實在復健的過程裡面是很漫長的 那多半啊 除了病人辛苦之外 陪伴的家人也蠻辛苦的 那我們也看過很多陪伴的家屬啊 就是也有一些就是 就是越來越虛弱 甚至他最後自己也病倒 那我們這邊碰到的就是一個30歲的男生 那他就是越來越虛弱 可是他那個虛弱感覺跟我們平常看到的不太一樣 因為有一些人 之前沒有那麼高頻率的進出醫院 也不習慣戴口罩 所以確實 剛開始會有一些家屬的免疫力是下降的 但是他不是那個樣子 他是越來越沒有力氣 越來越虛弱 然後一直在感冒 然後我們就覺得 是不是有點壓力太大還是怎麼樣 就很想要關心他 結果他就說原本他只是請假 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工作了 然後就覺得 啊怎麼會這樣才30歲而已 他就說其實以前他只要壓力大 他就會嘴巴破 那嘴巴破之後呢 他整個人就會停擺 就沒有辦法好好的工作 所以他就會去他們家附近的一家診所 拿那個感冒藥吃 那一吃了大概兩三天 那個嘴破就癒合了 然後他就可以正常生活 但是因為爸爸生病的這段期間啊 各方面更加的勞累的關係 所以他很常去那一家診所報到 然後一吃藥就好了 然後又很快又感冒 又再去吃藥 所以在這半年短時間期間 他吃了他過去可能多了兩三倍的那個藥 後來我們就說 這樣子有可能會是那個藥的問題 不然就是你壓力太大 反正不管怎麼樣 一定要去加醫科檢查一下 結果去加醫科一看啊 他拿他的藥包去 發現那個藥裡面有類固醇 對而且他高頻率高劑量的這樣子吃啊 就造成他就是臉越來越圓 然後沒有力氣 其實就很像那個酷心似症 就是因為吃藥造成的 那後來就是我們建議他好好的休息 然後把那個藥停掉 他還有戒斷作用 那戒的時候非常的痛苦 然後之後才好好 前幾年我拍戲那時候 連續剛好嘎了就是兩檔戲 結果有一天晚上 我發現我的腳很癢 然後就是在關節的部分很癢 就一直抓 而且我邊睡覺 因為已經太久我沒有好好睡 我就邊睡就邊抓 抓到我覺得好像抓到流血 我想說好明天早上去看一下醫生 然後一起來工作就忘記 就隔天連續兩天都這樣 然後我就抓到 我發現我有看到抓痕是流血 我想好我明天一定要給醫生看 結果早上起來不見了 我想那我要不要去給醫生看 可是晚上很痛苦 結果想說不管了 還是去看一下醫生 結果醫生就說 你這個可能是那個免疫系統下降 那個是徐麻疹 它等於是血液裡面的過敏 等於說你晚上休息的時候 它會上來的比較快 然後到了白天 血液在跑的時候 它可能就比較不明顯 所以我那時候才知道說 我是已經太累了 然後甚至於我那時候還有過敏源 就是喝了那個奇異果汁 然後那時候我還以為想說 補充一些水果啊什麼 我就剛好那幾天都喝那個奇異果汁 都是喝原汁 後來就是有吃一些類固醇的藥 然後把它壓下來 可是我一旦累 徐麻疹上來得很快 然後我就覺得好恐怖喔 後來才慢慢的把工作量 稍微比較平衡一下 就讓自己休息還是要夠 之前也是在急診遇過一個 大概三十幾歲的年輕男性 然後他來的時候就戴著口罩 很虛弱的就坐在椅子上 然後家人就幫他講話 因為說他已經完全說不出話 就是說前幾天有一些小感冒的症狀 然後就自己先拿藥吃 那因為那陣子公司一直在加班 就回家也休息沒多久 就又要出門這樣幾乎都沒什麼睡 那就發現吃了藥不但沒有好 而且還越來越嚴重 原本他都還可以正常進食吃東西 然後講話這些 可是到後來變成是連喝水 他都覺得喉嚨很痛 然後他就一直說 他覺得喉嚨很腫 呼吸很困難 他快要吸不要吸 所以家人就趕快把他帶來急診看 那時候就幫他檢查嘴巴 就一打開壓舌板一壓下去 看後面那個兩球扁桃腺好腫 就中間幾乎快要密閉在一起 然後上面都白白的濃這樣 其實就是化濃性的扁桃腺炎 那因為扁桃腺炎 是我們人體的一個免疫的器官 其實他在小朋友的時候會比較發達 所以其實小朋友還蠻容易反覆有那種扁桃腺的感染 對 可是在小學之後 因為扁桃腺就會慢慢的退化萎縮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照鏡子看一下 你們扁桃腺應該都是很靠近就是兩側臂很貼的 那大人如果會發生這樣子的疾病 大部分其實都是免疫力比較低下的時候 或者是說他可能身體有一些特殊的狀況 太勞累 休止時間不夠長才會有這樣的情形 就是有很多疾病都是什麼 有一些感冒的病毒 甚至是你只要在手上 你吃飯前沒有洗手 其實很可能就吃進去 所以我那時候就買了一個 抗菌洗手乳 然後就是吃飯前我會去洗手 但因為 你知道我是連皮膚都過敏的人 就是我不能把自己的手洗得太乾淨 我的皮膚都是不能用鹼性的洗 我只要一洗完鹼性我就全能發癢 然後我就很難過 然後我那時候用這洗手乳我就 就是你知道用一用後來就不太敢用 因為它會讓你的手變得很乾 然後你就會覺得 天啊我的手好像泡過十天的水 然後所有水分都被抽掉這樣 對 但我就不曉得這是跟我自己過敏有關係 還是 是因為它實在太殺菌了 你知道 你要看你的那個洗手乳的酒精成分高低 過而不及啊 因為酒精它如果在手上 它自然會帶出我們手上的水分 可是它是洗手乳 它不是乾洗手耶 不一定 就是要看 你還是會有酒精嗎 對 它其實後面會有成分表 如果裡頭的酒精是比例在比較前面的時候 你可能就比較不適合 我相信大家如果去醫院應該會有印象 醫院在走道上 它的旁邊都會掛著一罐一罐 對 你可以進去就壓兩下 你要手濕濕的 那種就是要乾洗手液 對不對 這種東西其實是要特別注意 我之前有一次呢 我是去探望我朋友的媽媽 探望我朋友媽媽的時候呢 進去嘛 然後就跟她聊一聊出來的時候 她就來跟我講 因為她不是醫療人員 她就跟我說 我真的覺得你們醫生護士很了不起耶 我說怎麼樣 她說 你們都不覺得醫院真的很毒嗎 我想說是怎麼毒法嗎 她就說你看我的手 我的手只是 我每次來 我都只是幫媽媽 就是弄一下棉被啦 掃一下地板啦 偶爾她會自己掃 然後弄一下東西 我的手兩隻手全部都發紅脫皮耶 她就說 這個太恐怖了 我在家裡都不會有這個症狀 那我聽的時候其實我心中就在觀察 因為我其實有印象 我在進去的時候 這個媽媽就是我的朋友啦 她每一次幫媽媽做一個動作 她就去 因為每一間的病房都有那個吸收乳 她就覺得 因為她自己家裡有小寶寶 那她就想說 她來照顧媽媽這幾天 她不能因為她來照顧媽媽 在病毒中被感染到 所以她只要碰媽媽一下 她就去弄一次吸收乳 碰一下就去弄一次 所以光在我進去的時候 她大概就弄了三次 算言之可能十五分鐘內 五分鐘就弄了一次 那其實我們要知道 像醫院裡的這個 它是處於好意 因為它這個是比較高濃度的酒精 大概有時候會到六七十%的酒精 所以如果你一整天 可能弄兩到三次 那是OK的 那麼二三十次就完了 對 如果你弄二三十次 我們剛剛提到酒精 它會帶出我們的水分 當你皮膚過乾的時候 它就反而變成是個皮膚炎 所以我跟她說 其實你的問題是在 你弄太多酒精 反而造成接觸性皮膚炎的症狀 所以其實如果下一次你去醫院的時候 那個旁邊那一條 不要想說反正它免費的 就多按幾次 或是經過就按一下 其實反而會造成皮膚過敏的現象 對 我們的觀念好像出去戴口罩比較安全 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 對 這個戴口罩是不對的 來 到底哪裡不對 我們聽聽 生病的時候都會喜歡戴口罩對不對 可是第一個 很多人戴口罩的方式就是錯誤的 就是你可能口罩鼻樑這裡沒貼好 下巴這裡沒有拉起來 所以你這個整個是沒有包覆的 還有反戴的 對 還有反戴的 還有就是這個口罩 大概我們一般那種醫療的口罩 大概八個小時就沒什麼效了 所以你不要再放到口袋裡面再拿出來 又已經沒有效了 為什麼會沒有效 所以就要一直換一直換 它又不會變薄 為什麼它會沒有效果 就是它這個是實驗研究出來 就是說這樣子效果就沒有效果 你講的是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 差不多八個小時 就要換新的口罩 所以我在急診一個班大概是十二個小時 我大概用超過兩個以上 因為有時候是被弄髒了 有時候我拿下來 我拿下來我就再換一個新的 只要拿下來就要換一個新的 對 我就會換 對 會被弄髒了 我就會就換一個新的 沒有 我們有時候醫院出來 把它折折換口袋 我也會 好想要再用 然後你到一個捷運地鐵人多 又會把他們拿出來 這樣不行嗎 這樣不行 所以那個就已經沒有效 你幫人家看 沒有 我戴什麼人家也看得來 不是啊 所以這個只要脫下來 再 對 就是要換掉了 所以如果說你有得流感的話 請你就乾脆買一盒放在家裡 然後就大家都要使用 對 而且很多人就是沒有包好之外 你覺得你已經戴口罩 你好像就已經做了全身防腹 你的眼睛的黏液啊 你的嘴巴 口水啊 都沒有注意到其實你有去亂擦 擦完之後 你又再去摸別的東西 另外一個家人來摸那個東西 它就傳染了 對 所以就這樣子一直傳染 所以很多人很奇怪 就做了一個很多的研究 其實不只澳洲的研究 很多研究都發現說奇怪戴口罩的 那一家人得到那個流感的機會 比沒有戴口罩的還高 因為用手摸來摸去 對 手摸來摸 因為你覺得你已經防腹了 其實是心裡做的沒有 你不是只有戴口罩的問題而已 可是不是因為這樣講 大家都不戴口罩 還是要戴口罩 對 還是要戴 像我們在急診的話就是 如果說我自己有感冒的話 我是自己就戴N95 因為醫護人員自己先戴N95 因為我也不要讓病患得到感冒這樣 口罩 我們試用的口罩 說真的 很不幸的 我們在路邊買得到 他沒有辦法殺PM 我看有的人會到醫院 當然就會戴一些口罩 他當然就是因為醫院比較複雜 是真的可以隔絕一些嗎 我們還是建議真正要隔絕 要弄N95的口罩 可是其實有戴過 因為我們在SARS那個階段 大家都有戴過 所以醫護人員 我們都有經驗 人員內科 非常痛苦 比如說我們要CPR 你跑很快 你跑到那裡 就完全呼吸不到空氣 因為你的空氣只剩這一坨 因為他隔絕的方面也隔絕空氣 對 非常可怕 所以我們 可是因為一般人其實也戴不住 所以我們還是講說 我們來隔絕一些比較輕微的 或者是像是 我們去醫院 醫療院所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需要戴口罩 可是其實我們自己也看到很多病人 他戴反的 或是他戴的是不正確的 非常常見 一般都看到綠的 怎麼會這個 這個有各種 有綠的 粉紅色的 還有黑色的 現在有抱吻的 好多Kini的 還有笑容的 對 那你不會戴錯邊 知道好多Kini對外 不會戴那樣 蠻聰明的 對啊 可是一般這種 還是有人會戴反 不會啦 黑的向外不是嗎 理論上是黑的向外沒錯 對 有些人會以為說 只要有口罩就可以 所以他哪一邊他都覺得可以戴 戴反有差別嗎 當然有差 我們通常是從這一面這樣子進來 這一面其實是防水面 我們這一面其實是布面 所以你戴反的時候 其實他是沒有防水的效果以外 他其實 他的整個狀態是 跟我們理想中的不一樣 因為我們其實是希望說 有人的口水什麼噴到的時候 我們這個防水面 可以做隔離的動作 那你戴到反了 效果其實又不好 再加上 我知道了 戴這邊是防塵的 晚上睡覺怕光就反過來 那再來 還有另一種做法 是我們看這個口罩 外面其實都會有 有些口罩 會有一條金屬的這個線 通常金屬線在外面 所以你看它曝露在外面 你就確定這一面是朝外的 再來是戴的方式 我們戴上去 很多人都是這樣戴 就出門了 很多人 其實汽車主都是這樣 可是其實你都沒有包住 因為你下面 你下面這邊是可以通風 上面也可以 那這一條金屬線的目的在什麼 它就是要符合你的鼻線 所以你要在戴的時候 我們要中間這個要把它拉開 先拉開之後 讓它下巴的地方 是確保可以照住 再來你要照著這個鼻子 你自己的良度 把它整個壓到平 那鋼繩的 那個繩索的意思就是 那一般外面 很多人喜歡買布面的 對 就是布面的 他們也不見得天清晰 但一般布面防御大概只有 沒有這種不知不覺的 它只有百分之三十 像這種是百分之七十的保護 大家有這個觀念 因為流行病來的時候 你自己也要保護自己 你如果你有稍微 自己覺得怪怪 你也不要把它傳染給別人 你像坐公共車 坐捷運 坐高鐵 都是公共場合 看電影什麼東西 當然不要告訴你有病 就不要去公共場合 可是去要保護別人 保護自己 就最好戴個口罩 也許很不方便 但是它真的有阻絕的作用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 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 你也不要回家